总统蔡英文日前出访过境美国夏威夷时,透过视讯方式在华府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并与美国参众议员会谈。 4月9日蔡英文将再度透过视讯,在华府智库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台湾关系法40年与美台关系研讨会发表专题演讲。 除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CSIS外,华府重量及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布鲁金斯因斯蒂图生与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武德罗威尔逊英特内申尔森特福尔斯科尔尔斯也是台湾关系法40年与美台关系研讨会的共同主办单位。 蔡英文当天将透过视讯方式发表约30分钟演讲,并接受主持人,前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葛林·麦可·格林吉听众提问,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首席副助亲莫菲帕特里克·莫菲,美国联邦众议员康诺里·杰拉尔德·康纳利等人,也将出席这场研讨会发表演说。 此外,包括美国国务院前代理亚太助亲董云上苏珊·桑顿,美国在台协会AIT前理事主席不锐哲李夏尔·布什,AIT前处长杨苏蒂·斯蒂芬·杨宇国防部前亚太副助理部长邓志强·爱布拉罕·登马克等华府重量及两岸专家,都会出席这场活动。 陈亚鹏,台北报道抢当好评友宜会员快注册免收费,不注册会后悔,快点我注册https-tw.adai.ly-ml924upcsu关键字蔡英文台湾关系法中国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相关新闻。